各位好,我是刘庸 谈一谈什么是冬至 讲句实在话,很多节日不一定是因为岁月时间 而是因为我们的习俗或者是历史的原因 举个例子来讲,端午节5月5号 阴历5月初五,那是因为屈原 至于新年呢,很多人也会问 说为什么新年要有旧历年 旧历年又不是等于新历年呢 那新历年过了好久,那么才是旧历年 这可能是跟农业的习俗有关系 因为你想想如果是一月一号 阳历一月一号过年,过完年了 一月十五号,下面还是天寒地冻 马上开始耕作吗 所以可能那个新年所设定的时间 是过了元宵节 再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开始 就大地已经解冻了 不过讲句实在话 冬至啊,我觉得冬至这一天啊 大地就要准备开始解冻 中国人有所谓的这个冬至大如年 这很有道理,因为在冬至之前 你是一天比一天白天的时间变短 我们会总是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早就天黑了 但是过了冬至这一天 冬至之后的一天,你还会这么说吗 你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你会觉得 一天比一天白天变长了 你说这个感觉上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是不是春天来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春节,春天来了 应该是冬至之后 也可以说冬至是个分界线 是个分水岭 同时植物啊 也是从冬至之后 他们就开始感应到春天来了 要知道植物是非常敏感的 虽然我们必须要到 很可能到二月三月才可以下种子 可是植物在地底下 他们很早就可以感觉到了 因为我种花 我每年要把那个 郁金香啊 这种这种球根啊 球精啊 把它种到地里面 差不多六英寸深 这么深 这时候你会发觉 春天的时候 然后它会从那个坚硬的泥土里头冒出来 有的时候外面还在下雪 郁金香已经冒出来了 那么你想 这个郁金香是从开始比较暖了 它才开始往上涨 还是很冷的时候就涨 其实 他们很可能 太阳开始 逐渐的白天变长 他们感应到了 OK 春天来了 他们就在下面偷偷地涨 偷偷地涨 所以你以为是天寒地冻 其实春天已经来了 所以我觉得 冬至之后的第一天 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所以现在冬至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了 让我们好好来迎接它 让我们在心里头有一个准备 说你看 白天 一天一天变长了 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了 不是春天的脚步近了 是春天的脚步已经来了 让我们迎接春天吧